现在大家出门几乎都要拿出手机 扫下QR Code 简讯十连制 一天可以多到十几次 但当时候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要不要花到自己的钱 不过当时候政委唐凤 他信誓旦旦的这样子说 感谢五大电信 就是不管是店家还是顾客 都不会付出任何简讯费用 就是冲着这一句 不用自己付钱 店家也不用付钱 通通都免费 但实际上 原来政府还是编列了 八亿元预算给五大电信业者 也就是说这笔钱 还是由人民的纳税前出 你我进阶买单 公委上清楚写明 按预估八十亿则简讯 每则零点一元计算 NCC解释列八亿元是保守方式 估算电信业者统包处理 所有必要的业务 也就是违运成本的概念 但当初为何不说清楚 只强调通通免费 八十亿则简讯的计算基础 也让人觉得有点奇妙 八十亿则简讯是一个一口价 完全就是卡死只能用八十亿则 还是说它会随着我们疫情的变化 会有一些作为调整 由于不是所有人都会使用简讯 也因此有些人不使用 但还是得买单 你我使用简讯十连制 扫一扫按一按键 是传出去留下足迹 但其实背后原来是有着八亿元预算 TVBS新闻黄欢文刘小卫台北报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